在每个的夜空里,我们能够观赏天上繁星 然而每否能自身发光的闪亮星授 都是与太阳性质十分相似的星体 名叫做行星 顾名思义,行是行狗的意思 行星由开始燃亮直至消亡 一般长达几十亿年,甚至过百亿年之久 行星是指一些与太阳类似的星体 是借着万有引力,将宇宙极大量的氢气和気气等聚合而成 因为聚合的质量非常巨大 这些行星内部最主要的氢气和気气 就会在极大的压力下产生核聚变 换言之,行星是一个巨大的氢气星体 不断地产生无数的核子爆炸 从而使它成为宇宙中的发光和发热体 我们所认识的太阳就是这类宇宙中发光和发热体 故此,它所发出的光和热能能供应地球 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有数以千万亿计的行星存在 单在银河系已经有大约一千亿到四千亿火类似太阳的星体 太阳是行星中属于比较小的一类 但是它的体积已经比地球大一百万倍之多 例如大犬座的天狼星Cyrus 和天琴座的积累星Vega 它的体积大约是太阳的八倍 狮子座的牵圆十四Regulus 它的体积是太阳的四十二倍 双子座的北河三Polis 它的体积大约是太阳的四百七十倍 木枯座的大角星Archurus 它的体积大约是太阳的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倍 而目前已知最大的星体是大犬座的大犬座Vy Vy Canis Majoris 它的体积是大约太阳的八十亿倍之巨 天上所有的星秀都是由神所创造的 为了让世人知道它的伟大和创造的计划 就如诗篇十九篇所说 诗篇十九篇一至六节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全揚他的手奪 借日到哪日发出言语 借夜到哪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良大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甚在其间为太阳安切障望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由于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要到天那边 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圣经中的马拉基书也预言到 在末世临近之时 天上将出现一个太阳 他发射出的光线 甚至会带有医治的能力 《马拉基书》四章一至三节 万君之耶和话说 那日陵近 世如烧着的火炉 犯狂傲的或恨恶的 必如睡街 在哪日必被烧尽 根本知条一无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命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族 你们必踐踏恶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 这是万君之耶和话说的